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役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故事 已经陆续在港澳台以及欧美市场上开始上映 那么这部承接第一部《长津湖》的第二部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已经起幕了 据悉 该电影仍然由原班人马打造 包括两位主演吴京 易洋千玺 以及朱亚文 李晨 胡军 段奕红 韩东军 张寒宇等参演的战争电影 包括今年的《我和我的父辈》中《乘风》系列中 吴京扮演的马仁星就是一个骑兵的硬汉 而跟《长津湖》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大家对于《水门桥》的期待也是颇多的 另外一个就是小哥哥易洋千玺 虽然出道不久 但是出演的电影让大家颇为关注 像《少年的你》 他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而跟刘浩存合作的这部《送你一朵小红花》 也是打动了每一个普通观众 而中国医生尽管露脸的时候不多 却把一个青色医生展现得淋漓尽致 相信《长津湖》系列之二 易洋千玺和吴京的组合 不会让大家失望 让我们相约2022年吧